上次时间的几日后 国智梅子正式加入了天眼研究所 对博士一直有误解的左金铁形势 想要让梅子看清了博士的真面目 虽然梅子并没有相信 但是也十分好奇 博士为什么那么有钱 毕竟又是喷射机 又是太空梭的 在美国曾经因为孙女被江湖博士绑架 登场的希尔曼博士 终于完成了自己的研究 大气元素净化装置 搭载着这个装置的火箭向宇宙发射 发射到宇宙后立刻开始工作 可以把大气层的污染降低 不过还没有工作多久 德莱雅斯又来捣乱 把大气元素净化装置夺走并改造 改造后的净化装置 从净化变成了加大污染 电视前的博士和勇太郎 也知道了这个事情 立刻出击 宇宙这边 美国的太空梭打算回收 出问题的净化装置 不过被机械兽袭击 机体着火直接坠落地球 还好天眼博士带着宇宙警卫队赶到 就下了太空梭 天眼博士也来到了美国的火箭发射基地 这时江湖博士向基地发表了 自己要污染地球的宣言 现在想要停止被改造的净化装置 这有一个办法 但是能够紧急停止的磁盘 却要手动关闭 不过关闭的通道高度 只能小孩子才能进入 有勇太郎合体雷鸟 拓住机械兽 见他正要进入净化装置的时候 德莱雅斯出现阻拦 还好雷鸟号即是拦住了对方 见他成功进入 不过事情也没有那么顺利 德莱雅斯早就在净化装置里 装着定时炸弹 即便箭泰停止了机器 几分钟后也会爆炸 而因为爆炸内部的污染 将会传入地球 天眼博士要箭泰 先不要停止机器 优先拆除炸弹 还好箭泰想起了手表机器人 两边分开行动 由箭泰根据指示操作净化装置 手表机器人去拆除炸弹 在外面虽然一开始雷鸟和爵士 被敌人的紫色光线控制 但是随着勇太郎的最终套娃 再次占据上风 雷鸟爵士被解放出去 帮忙箭泰这边 由手表机器人找到炸弹位置 并拆除外侧的钢板 爵士直接把炸弹拆除 此时箭泰直接停止机器 事件再次解决 外面的机械兽也被直接开大秒掉 上次事件的几日后 箭泰做了一个噩梦 梦到自己被关在了一个漆黑的城堡中 城堡里还有吸血鬼出现 直接被吓醒 箭泰他们正在飞机上 要前往摇父母工作的城市 那边现在传言说出现了吸血鬼 还上了报纸 见他也是被报纸影响 才会做那种梦 这几个姚的父母首次登场 傍晚的时候 勇太郎听到了惨叫声 吸血鬼真的出现了 当勇太郎赶到的时候 少女已经倒下 吸血鬼变成了蝙蝠离开 勇太郎随后追了上去 竟然在深夜 勇太郎终于追上了蝙蝠 不过吸血鬼并不是只有一个而已 吸血鬼大军出现在了勇太郎面前 并袭击了大量的市民 反而被吸血鬼袭击的人 脖子上都有一个炎针 梅子他们发现后 也明白了对方不是吸血鬼 炎针是控制人类的机器 连福尔飞出的城堡 一定要有控制装置 勇太郎朝着城堡赶去 天野博士想要拔除炎针 但是这个炎针连着人的神经 如果拔除会对人的身体有损害 这时吸血鬼也来到了 博士儿子的别墅 被控制的人类也包围了这里 勇太郎这边在城堡的外面 遭到了吸血鬼的阻拦 而博士这里 因为一开始救出的女士 也被控制 导致了城堡的大门被攻破 最终为了让瑶不受到伤害 瑶的父亲也被咬伤 勇太郎这边虽然进入了城堡 不过修罗早就等候多时 亲子机械兽登场 外表像一个蝙蝠 控制装置就在蝙蝠身上 箭在这边 虽然用手枪击毙了吸血鬼机器人 不过博士的儿子也变成了吸血鬼 雷鸟这边落入下方 立刻套拔合体 在雷鸟战斗的时候 家人的请求 瑶的父亲暂时停止了行动 在和控制他的机器对抗 而雷鸟这边 终于抓住了机会 毁掉了控制装置 所有被控制的人 全部恢复了正常 混了过去 已经毁掉了控制装置 雷鸟也可以慢慢打 最终用驾农炮消灭了机械兽 又是不用最终套娃的一战 没有排面的机械兽 上次战斗的几日后 最近经常有船 在百分打海域 碰上了幽灵船 碰到的船只会突然沉没 虽然船员可以逃生 但是船却消失不见 勇太郎和剑太出来调查 博士的手中 有一张以前买书 夹带的藏宝图 宝藏的地点 也是这片海域 博士猜想幽灵船的目标 会不会就是这片海域的宝藏 为了能和幽灵沟通 还特意带来了 前几集制造的通灵机器人 这个机器人经过博士的测试 一旦带去墓地 就会有非常大的反应 在海底 剑太和勇太郎 发现了海贼船 博士也立刻赶了过去 勇太郎和剑太来到了幽灵船调查 在沉船的深处 勇太郎发现了 附身在骷髅上的幽灵摩根船长 根据摩根船长所说 最近出现的幽灵船是假冒的 并没有海盗幽灵作祟 博士这边碰到了女记者 山夫桃子 对于博士想要用通灵机器人 找海盗感到无语 说话的时候 勇太郎来电 报告了海盗船的情况 说的时候 突然射到了电波干扰 博士这边也起了大雾 传说中的幽灵船 出现在了博士的面前 目前海域的所有无线电 全部失灵 博士的船突然开始下沉 所有的船员全部弃船 博士为了调查事情的真相 冲到了幽灵船上面 不过船上出现的不是幽灵 而是手下机器人和卓尔 本来博士想要拖延时间 不过没有想到 爵士小队大部分成员 早早就被抓住了 卓尔得意的时候 勇太郎突然出现拦住了他 不过可惜博士他们 还是没有跑出去 唯一没有被抓住的绝世成员 也被抓了 勇太郎自己也被控制住 情况危急的时候 通常机器人突然出现了反应 海底出现了真正的幽灵船 勇太郎趁着卓尔分神 挣脱空着直接合体 合体后立刻救下了绝世小队 剩下的就是机器人的战斗了 几人的机械兽外表像章鱼 卓尔怨恨真正的幽灵船 阻止了自己的行动 直接用机械兽摧毁了他 船中的财宝受到了冲击 飞了出来 脸鸟趁着卓尔被财宝吸引注意 直接开始终极套娃 等卓尔反应过来 已经来不及了 机械兽直接被开大秒掉 站在后 博士还在吐槽德莱雅斯 因为没钱造机械兽 才袭击过往的船当做材料 结果一船的金币坐在海底 却直接无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